这样的乌龙判决 就是司法改革要改革的对象 最高法院很多判决都说 国际人权两公约叫人家不要判死刑 我说不对 国际人权两公约明文规定 在死刑没有废止的国家 对于最严重的罪行是可以判死刑 你不要乱用什么两公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司法改革要改革的 马上可以改革吗 还要大会煞会周章吗 刚好这是三天前的报纸而已 三天前的报纸 截杀好运将开独趴 独同鞠躬就免死 三天前礼拜三的报纸 我看到这个 我说司法改革就是这个改革对象 要怎么改 很简单 司法院院长公开发布 说对于最严重之罪行 该判死刑就判止刑 这是我们的司法刑事政策 就这样啊 底下的法官他们应该就会好好的来 反省了吧 要煞费周章搞得乱七八糟 还要赔审治 参审治干什么 你司法院院长就可以马上 马上这个 马上发布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行政命令没有干涉审判独立 这是通案 这是刑事政策 这是符合国际人权两公约 你为什么不做 拜托执政当局 马上可以做的 这个不是我随便乱拜的 白纸黑字 我把它剪下来 礼拜三的自由时报 可能别的报纸也有 我是自由时报登的最清楚 自由时报B1 白 你看 这样的人不判死刑 这什么跟什么 老百姓能接受吗 误网误重 这个叫做重 书建的那个叫网 误网误重有那么难吗 OK 现在又发生一个问题了 你司该判死刑 不判死刑 说无期徒刑 法律条文规定 无期徒刑者 官25年可以假释 大概25年可能就死在监狱了 问题是 对于这种人 我们人民的纳税权还要口译 吃不用吃饭 吃25年 而且监狱的监狱的监所要怎么管理 我就是这样啊 我在里面再多杀一个人也是这样而已啊 不是吗 你拿他没责这怎么管理啊 所以司法改革这个不是很简单 马上可以改的吗 你们还杀贿周章五个小组搞一百个议题干什么呀 根据世界人权组织的前一阵子的一个调查报告 说我们台湾犯罪率最少很棒 这个国家很棒 全世界第二名 说我们的犯罪率很少 这很好啊 我们很棒 好 但是 但是哦 我们的人口监禁率 世界前几年 这怎么跟什么啊 这什么大家听得懂啊 犯罪率很低 人口监禁率很高 这什么跟什么 我跟各位报告 什么叫人口监禁率 人口监禁率就是说你一百个人口 十万人 就是一个国家 十万人里面 有几个人在监狱里面 这个叫做人口监禁率 十万里面有几个 我们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有几个 大家想想看 十万人里面 台湾的人口 十万人里面 有256个人 关在里面 十万人里面 有256人 关在监狱里面 现在哦 跟我们的邻邦比较 韩国 韩国多少人 101 韩国十万人里面 有101个人 关在监狱里面 日本呢 日本 48 日本十万人里面 只有48人 关在监狱里面 也就是说 台湾的人口监禁率 是日本的5倍 是韩国的2.5倍 你们不是 犯罪力很少的吗 怎么 监禁率这么高 问题在哪里 你们看到了吗 强壁的太少了 对 这是其中一个 死刑变成 死刑以无奇徒刑 替代死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很重要的 11年前 刑法把连续犯取消了 叫做一罪一罚 这个我也是坚决反对 当年我还是法务部的顾问 结果法务部提案 连问我一下都不问 所以顾问在做假的就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国家体制的问题 乱搞一通 连续犯 刑法56条 连续述行为和犯同一罪名者 以一罪论 但得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 刑法第55条 叫做千年乱 犯一罪而起方法 后结果之行为犯他罪者 从一中除断 你把它废掉 他废掉是什么 都一罪一罚 都这样比较 不会放纵 我说 拜托 我给各位 举两个例子 这样的规定 对不对 民国104年 联合报 9月1号联合报 李朝青 刑起育千年 说南投县前县长 看乎收回扣 判1294年 这什么跟什么 这法院的判决是白纸黑字 不是我乱掰的 李朝青判1294年 为什么 他收回扣 收了111笔 所以判了1294年 但是法律又规定 罪罪病法最多加起来 加起来最多只能30年 好 定职行刑为30年 这什么跟什么啊 判1294年 然后定职行刑 定30年 那这样发生什么问题 就回到我刚才讲 卷宗那么大 法官的判决书 删到买死去 要删111件的时间地点 经过111件 然后判1294年 然后定职行刑为30年 这什么跟什么啊 有必要这样做吗 就是把连续犯废掉 后来我问法务部的人 说你干嘛 连续犯规定的好好的 怎么废掉 说有学者说 学者说 日本德国都没有连续犯的规定 而且连续犯会便宜的被告 我说废话 我的老师韩宗某教授当年就讲 连续犯德国日本的刑法没有 只有我们刑法有 是我们比他们进步 后来德国刑法 日本刑法没有连续犯 他们就很牵强的 用阶续犯来混 讲这样可能比较专业 各位听不懂 我举一个例子 我的老师说 犯罪类型 有质与量之分 为什么有连续犯 就是考虑到质与量 什么叫质与量 各位 窃盗罪跟杀人罪 哪一个质比较重 这不是三岁小孩子都懂吗 一个窃盗 一个小偷 跟一个杀人犯 哪一个比较重 这还要我问你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小偷 偷了五十次 跟一个杀人 只有杀了一个人 哪一个比较重 各位回答 可以回答 有一个小偷 偷了一百次好了 有一个人 只有杀了一个人 哪一个比较重 当然是杀人比较重 那不是三岁小孩子 就懂了吧 刑法就是规定说 窃盗 就是 如果是连续犯 他连续杀人 投了一百个也好 他就是 就是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就好了嘛 窃盗罪 处五年以下有其徒刑 那你最多可以判他七年半嘛 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的最高点 五年加重二分之一就七年半 七年半就已经很重了 一个小偷你抓了来 关在七年半就已经够重了 他再怎么偷 偷一万遍一千遍 你就不能比一个杀人最重嘛 这不是三岁小孩子都懂了吗 还要你司法改革会议 在那边改了半天嘛 结果 法律把他废掉连续换了 你看喔 小偷如果偷一百遍 可能判三十年 比杀人还重喔 不要说判三十年 判十年以下 判个十二年就比杀人最重了 杀人最 因为死刑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不对 切到都可能判杀人重 这对吗 所以为什么犯罪力小 监禁力高 乱搞 好 还有一个 说有一个性侵犯 性侵 有一个性侵犯 什么 性侵女性徒 刑善团团长判刑346年 什么跟什么 这个是去年的12月12号 也是自由时报 所以有一个人性侵 性侵几次 81次 判346年 也是定职行刑为三十年 你判了三百多年 判了一千多年 最多加起来也只能三十年 那你浪费那么多人力干什么 有需要去写81次的时间地点 在数时经购写的 难怪一个案子都卷宗这么大 这是回到我刚才讲 法官的卷宗 法官的负担 连续犯毁掉 也是不对 大错特错 你把这些回复过来就好了 什么 那接续犯是什么样子 什么叫接续犯 他现在把他 日本刑法没有连续犯 不是毁掉了吗 结果他也是 他的司法界也会 也是觉得这个 这个毁掉不对 台湾有 结果他怎么样 比方说这个小偷 这个小偷今天偷了仁爱路四段五十号 然后马上就跑到五十二号 马上跑到 就是这样这样这样 当天就偷了好几次 他说因为时间地点很接近 所以是接续犯是一罪论 就变成单纯一罪 他变成也只好 反而就 反而就怎么说 反而就又翻过来了 连续犯不用 人家连续犯规定的好好的 你把他连续犯毁掉 结果又说不太合理 他一个晚上 时间地点很接近 所以就不认为他是一罪一罚 就又把它回到接续犯 回到接续犯叫做单纯一罪 反而不能照我们的连续犯 加重其行至二分之一 整个乱掉 要么就这样 要么就这样 人家规定的好好的 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就讲到这里好了 我的总结 司法改革 不要天翻地覆 不要把现有的制度 又再推翻掉 又再重新来一个制度 现有的制度 好好的落实 弄错了 比方说连续犯的 毁掉了 赶快把它改回来 然后法官 检察官 律师的训练品质 好好的把它弄好 这样就够了 不要搞得乱七八糟 谢谢 现在好 接受请问 非常好 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这个演讲 我们要提早出现的时候 然后放到我们的脸书上 上次洋人的时候大法官 第二个 那个演讲 也是点阅的非常高 那好 现在开始了 我们来做双向的沟通 我想还是采取 一问一答的方式 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 请您对今天这个演讲 你有什么问题 要救教于我们的主讲人没有 请您举一手 好不好 来跟我们主讲人来请教 来 赵先生 您先 谢谢主讲人精彩的演讲 因为洪军培务调提心会 这十八年请的是总统级的 部长级的 院长级的 还有法官 检察官 还有立法委员 这些人 他将近讲了几十场及百场 但是他就互相 跟您今天讲的内容 不相比较 他当然里面问题很多 假如说一句话一句话来对的话 这里面的问题 的确是问题太多了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说是 我们只能说感谢 洪博士他的贡献 那么就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演讲里面的问题 我先提一下 这个请主讲人指教一下 刚刚这个主讲人提到的 小偷偷一百次 要杀人 这个杀人犯和小偷两个做等值的比较 假如说杀人他杀一百次的话 小偷偷一百次的话 那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现在这个 他有句话叫法律为政治的服务 法律为政治 我们现在这个法治的伦理现象 已经是这个可以说是非常 没有这个伦理的这种现象发生了 我讲个例子来讲好了 这是检察总统 检察总统居然被一个检察事务官 这检察总在司法就应该四十几年 那你那个检察事务官也不过几年的历史 他在学法 他居然可以起诉检察总统 那你这检察总统是经过 总统提名立法院 立法院这个通过的 那你为什么 你没有一个专门的审判机关 来对这个 经过立法院统一的这个 检察总统来做审判呢 要一个小的事务官去起诉呢 那你这个司法院 你这个立法院根本就不尊重你立法院的职权 你通过的 结果你把它叫立法院 叫检察官去去起诉 这个是不可适应的事吗 那是法治的论理 论理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嘛 长有委屈嘛 老年曾经少女 不少年不曾经老年 我这样跟着四十几年的检察总统 你一个小事务官就起诉 那后面是什么因素 我们要去追究 是不是 这样的问题就是层次问题 你本来 你立法院通过了 就因为立法院 就说有个设立一个专门机构 来审理这件事情嘛 是不是 我再讲一个例子 我们的民政法 现在民政法被电影上很大 是不是 他因为是他民政府的关系在美国打赢了 但是美国打赢了不是在台湾打赢嘛 对不对 那我们为什么要看美国人的脸色呢 是不是 那你这个 他这个起诉的阶层 就是说你这个民政府违法文件 你一个这个护照可以更改 那这个事情要是高等法院检察长的职责啊 你问检察长为什么不去决心你的辞责呢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很乱 很乱 就是这种现象 谢谢 好 好 第一个问题 杀100个人怎么办 就枪毙吧 法律规定 死刑 不得驾咒 所以最高就是死刑嘛 杀100个人就枪毙他就对了嘛 OK 这个问题就回答了嘛 对啊 对啊 所以 你讲的 天然比较重要 所以 杀人杀100个 法律条文规定啊 就是连续犯啊 得加重 其刑之二分之一啊 问题 死刑就是死刑啊 就 就没有什么加重 不加重啊 就是枪毙吧 OK 第二个问题跟第三个问题 政治问题 在这里 无法回答 一句意言难尽 说来话长 OK 好 第二个问题 好 现在第二个问题 许教授好 我刚刚也是想要接续那个连续犯跟接续犯 所以他当初他会取消掉连续犯是除了参考得日之外他有什么其他的考量吗 对呢还有现在台湾 所以台湾现在是有用接续犯的理念在执法吗 OK 好 他的考量就说 连续犯他杀了 他这个偷了100次 只有判他七年半太便宜了 太放工了 我要回答 七年半 关一个小偷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还有不要迷信重刑主义 刑罚不是万能的 我的老师 韩老师也讲过这句话 刑罚不是万能的 小偷偷100次 以连续犯加二分之一 判七年半就够了 OK 我的回答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呢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实施的 最近有没有用接续犯的 也有 但是案例比较少 他们现在都用 用一罪一罚 OK 好 还有没有第三个 好 今天简单吧 那个徐顾问 今天看到 徐顾问真的是 经验丰富 学义严薄 而且古道热肠 这样算起来的话 那 徐顾问应该是年近70了 是不是 看起来神采艺 像四五十岁的像活龙一样 所以让我讲起延长寿 也是差不多这样 要长寿有健康快乐 那今天就教于徐顾问 有很多问题 我想说 是不是说 彭博士下次再有这一系列的演讲 再请徐顾问 再来跟我们开导 因为这个议题算太大了 那开个人要玩笑说 司法改革 平常不改善 日积月累要改革 再改到黑格格 很差 那是说 最近的改革有关于 大家最有兴趣最大的话题 就是这个请同或反同 那这一点的话 有关于法治伦理 这个伦理的话 我想它的重要性 等一下 你说什么 伦理 不是 你说最近 最近的请同就是同性问题的问题 知道了 因为有讲到法治伦理 等一下是不是请 请问给我们开示一下 我跟个人有想到 还有一些同事有在讨论说 诶 图法不足以自行 也就是说像4至530号 工业生大法官院长也一直很开心地说 诶 你看 我们终于做出一套解释 可以让他审判机关 就是司法院审判机关化 那以后一定会让他去变成最高法院 这样就好了 就是其他的什么公务员 什么惩戒委员会 或者是什么行政法院 全部都变成最高法院的一个庭 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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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国民党在立法院占多数 而且最高法院那些法官 抵死不从 所以根本你只要不立法的话 这个制度不会变的 那这个是他们最高法院 他们那些法官的权益 那相较于说挺同反同 这个知识体大 这不只是一个人两个人 而是说这个法治到底在台湾 是不是适合由台湾勇往直前 在全世界没有相关的比较法来做个印证 甚至法国已经他们施行了一段日子之后 又说那要改回来 那那个里面有很大很大问题 不知道说我同事人所说的 那你只要叫立法委员不要立法就好了 那会不会说有什么宪政的风暴 这是第一个相关的问题 那当然一定要谈亂死刑的 许律师今天所讲的不能够员 苏建合许律师是认为没有冤枉他 那当然我个人也是认为说是 要四政民界最大二级 该死就要让他去死 不能发绝对不发 我想这样子是一个法治 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不然的话台湾哪一天会变成像 他们一年大概两三百件自立就近的日子的案 也就是说你不判执行 那我就自己去执行啊 那这样子不是天下大闹 就是杀父之仇奪妻之恨 那你不把我判重罪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当法官 当执行的人 那白冰冰也是也有说 你不敢拔 你不敢欠赛 你叫我来 我来做筷子舍好 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个人是有一个浅见 有关于死刑的话 那些法官 最高法官的法官 你不愿意判的话 你就自己依刑事实用法 有偏颇之疑 你说你叫我判我判不下去 我就不要判了 你就去相亿了 去效果 那再来的话 那死刑变成无情无情呢 大部分人都是看到说你要他去判 不过我个人比较怕的是 古今中有很多案例都是 这个死刑该死你没让他去死 结果二、三十年之后他会变成好汉 不是好汉 是坏人 他又杀死另外一个人 那你今天这些主张废死的人 你这么高尚 你每个人都出十万块嘛 不然你说那些死刑改无情无情 那些又杀人的话 虽然人命无价 但是至少说你这些人 你就把你的十万块累积几十个 几百个 几千个 这些基金来非常被害的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那最后我简单讲一下 许律师有讲到说 老师韩仲慕 不过我的学生是一个学习司法官 他告诉我说 一个德国教授来台湾参访 他说联系犯你们还有吗 我说没有勒 好可惜 这么好的联系犯 为什么台湾把他废掉了 那再来最后我讲我个人的 刚刚许律师有讲到说 撤回起诉跟未被告立业的上诉 撤回起诉我确实是做过一次 我个人